長實買樓,高層微博金據放流料 政府19號宣布徵收額外印花稅打擊炒樓 簽了臨時買賣合約價都受到影響 當日開售價長實新盤勝貴吃到認 高層郭子威居然在微博聲稱當日買樓不受影響 其實當時純粹有個消息,這個消息未未確認 這個純粹是我個人的安排 純粹個人只不過提醒的部分的人留意這件事 什麼都不知道就亂說,誤道了買家怎麼辦? 不會,我們純粹是個朋友的關係去做這件事 你在微博是小人物的,只有一個千多個就不是那種 你還說樓市會升四成,撥行火叫內地客來買樓 這個引述有關基金的事情,我是否作為發展商 是否要跟他們分享,不是我說的 郭先生的微博金據多多,不斷踩新措施會搞到人人受罪 我沒有,我沒有說過 我見他有說過這件事,絕對沒有 偉大老八十大的痛苦 不是,這個純粹是從不同的角度去收集 嘩,還閉大眼說謊 據說郭子威的微博,勒興了不少地產經紀 事關經紀有法律責任,不可以亂說話 但是地產商就沒有網管 我覺得這些必須要關於道德上的譴責 給人知道公司的高層真的可以這麼不負責任 這些意見態度 在長十六年升了三級的郭子威 整天用微博發放樓盤消息 成會開售之前,他就說有神秘財團訴貨,吸引財經版記者追訪,乘機做宣傳 但是今次銷情慘淡,連豪洗見清的內地客都只得一成 長實迫著加大議案承訴,去到兩成來救望